关于金属光纤激光切割机参数选择指南 今天同MountainChina同名就一上话题进行探讨 激光切割机在加工行业越来越重视使用 它具有精度高、效率高的特点 在切割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机器参数 有利于我们精准掌控金属激光切割机的切割效果 第一、辅助气体压力 辅助气体的作用在于去除切割过程中的溶炸 包括氧气 氮气和惰性气体等 铝合金和非金属的激光切割过程中 采用惰性气体或压缩空气 其他大多数金属材料采用氧气提高切割效果 如果辅助气体的气压过高时 激光切割的容体能力弱 切割表面粗糙 如果辅助气体的气压过低时 容体无法被去除 依旧会影响切割效果 激光切割机操作人员在切割工件之前 应调整合适的辅助气体压力 确保切割质量 第二、激光切割机的激光功率 金属光纤激光切割机激光功率的决定工件的切割速度 切缝宽度和厚度 对于导热性能好 容点高 表面反射率高的材料应该选用功率大的激光切割机 利免因为挂扎后过烧现象而导致加工效果不理想 第三、金属激光切割机的焦点位置 激光焦点到弓箭表面的距离可以影响切割表面的粗糙度 坡度和宽度 甚至容渣的附着力 焦点位置太靠前的话 会导致弓箭下端吸收的热量过多 此时融化的材料会附着在弓箭的下表面 如果焦点位置太靠后 下端因为吸收的热量太少 而导致切割缝内的材料有残留物附着在切割面的下表面 激光切割机操作人员应确保焦点位置略低于弓箭表面或者在它的表面 激光切割碳钢 应该确保焦点在板材表面 激光切割不锈钢 焦点应在板材厚度的二分之一左右 第四、切割速度 在金属激光切割过程中 理想中的切割速度会使切割面的线条平稳 且不会出现轰炸 切割速度太低 弓箭切缝宽度增大 切割的质量和生产效率都会大大折扣 切割速度不高 弓箭材料因为热量疏骨的不足产生不完全切割 导致融化的材料不能及时被吹点 综上所述 关于金属光线激光切割机参数选择指南 如果您仍有任何疑问 请随时通过MotinChina团队联系 SLE-SLEORMOTNCN.COM NoMotinChina集成为您服务 SLE-SLEORMOTNCN.COM SLE-SLEORMOTNCN.COM SLE-SLEORMOTNCN.COM